俄罗斯总统普廷21号抛出震撼弹 宣布将暂停美国和俄罗斯的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更扬言要恢复核氏报 普廷发出狂言让世界严正以待 北约秘书长警告 普廷宣布暂停线武条约 是想朝第三次世界大战前进 要莫斯科重新考虑 就在美国总统拜登20号 惊喜献身乌克兰首都基辅 两国援手针锋相对 另一头普廷发表国情资文 再次将乌尔战争的责任 归咎于乌克兰和西方国家 而这回普廷发出强烈讯息 将会带来什么危机 难道普廷发言将引爆 最新的军备竞赛 外媒引述专家说法 认为这样的解读为时过走 但由于条约将于2026年到期 普廷的声明将使延长 美俄条约的外交努力复杂化 报道中也提到暂停条约 会影响美国预测风险 但对俄罗斯来说也一样 普廷的宣布虽然会造成问题 但不能视为俄罗斯立场 有明显改变 CNN报道指出 目前还不清楚后续实际影响 但莫斯科已经暂停执行条约 不过观察俄罗斯缺乏资源 无法与美国展开新的军备竞赛 但冷战过后 美俄关系解冻的最后基石之一 如今宣告结束 证明了双方几乎完全缺乏沟通 事实上美俄签订的线武条约 要管控冷战后庞大的核武库存 光是核弹头美国就有1420枚 俄罗斯高达1549枚 美俄加起来数量惊人 占世界九成的永和比例 只是俄罗斯单方面暂停 早已献出端倪 俄罗斯先前打破惯例 从疫情延烧到乌尔战争期间 俄军拒绝重启现场检查 二月初俄罗斯驻美大使表示 俄罗斯仍致力于实现条约目标 但认为邀请美军进入俄军战略设施 是不合理不合时宜的 美国多久21号普京就发出消息 俄罗斯的危险讯号 调动世界敏感神经 记者李月琪整理报导